华人电视国际要文 1.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周一表示 在俄乌持续战争中 他们将寻求德国的许可 将暴使坦克派往乌克兰 2.德国外长宣布 德国不会阻止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暴外坦克 3.台湾旅客 领导人蔡英文 致姓教皇弗朗西斯称 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战争不可选 4.美联社 首先按田文雄周一表示 日本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 该地区最严峻的安全环境 并承诺将根据新通过的安全战略 推动军备建设 并解决出生率迅速下降的问题 这样国家才能维持国力 5.科学家研究发现 地球内核的旋转可能正在逆转 该研究为星球深处发生的地质过程 提供了新的线索 6.一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影视人表示 在普京发出最后通牒之后 大战将在冬季结束前开始 7.巴西和阿根廷正在为拉美货币 与美元抗衡奠定基础 报道称 该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SALAC会议之前 强调了当地货币的重要性 8.路透社澳大利亚周一表示 在中国计划增加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之际 澳大利亚将加快购买先进水雷的计划 以保护其海上航线和港口免受潜在侵略者的侵害 9.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说 美国和以色列周一开始 在以色列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向伊朗等对手表明 华盛顿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威胁而封心 10.路透社 德国周一派出三支爱国者防空部队中的前两支 10.这些部队将被派往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小镇 扎莫西齐 他们将在那里部署 以防止砸散导弹袭击 11.俄罗斯最高外交官周一表示 护士乌克兰不再代表一场混合冲突 而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场真正的战争 12.美国通过改变原子能的新反应堆 实现核突破 这意味着核能正在缓慢的 但肯定的变得更加普遍 13.2023年1月22日至23日 位于印尼爪袜岛和苏门达袜岛之间 迅他海峡的火山岛发生了一系列喷发 14.普京盟友承认乌克兰有足够的武器 试图摧毁我们 罗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表示 西方向基辅提供的武器 足以摧毁其他的国家 15.报道称 罗罗斯等以着手将他们日益增长的防务关系 带到非洲 这两个大国都在非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 政治和军事资本 16.世界疫情 美国新增新冠患者 2715人 新增死亡人数0人 日本新增感染 64,450人 新增死亡326人 中国新增感染 2743人 新增死亡38人 罗罗斯昨日新增新冠患者 5,691人 新增死亡40人 新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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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死亡